大家好我是神系的灰白 刚刚发生了一个事情啊不是太好 也是我通过我自身的这个情况和这个 即将要要要要来横店横飘的这个当穷远的这个人 说一下这个情况 以后你们租房子不要租那种 按月按月租的那种房子 因为你一个月没到 你就有可能就出去了 因为跟祖他不是说 就是你找剧组就是说剧组找找这个穷远 他不是说一找就是一天一天的 也也不一定就是在本地 在本地的机会是很就是很低的 我找了一个剧组 人家要要跟祖 让让我们这些穷远跟祖 跟三个月 什么概念 就是三个月 我们要离开这个这个横店 要要到一个香山去 那么你租的房子怎么办呢 我我只租了四天 然后刚才跟房东说人家安合同来 就是交了四百块钱的押金 就就就不可能就是按四天的折算给你算 就是四百都扣了 然后呢剩下的二二百块钱的那个交了四百块钱的房租 剩下的二百块钱 呃 哪怕你一天的这个房租稍微贵一点 我那个这个四百块钱折算下来一天也就十几块钱吧 哪怕你一天租个租租那个一天的哪怕贵一点 哪怕30块钱40块钱50块钱就不介意了 三三四十块钱 我我觉得都30块钱左右吧 呃租租一天的 最好是找几个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就是你你就是同样租房的人你们就合租合租能便宜一点 就是租也不要租那个每个月的就租那种呃怎么说呢租按天算的那种 因为你你不一定你今天租了明天有可能你就走了 就是不是说你离开横店 我当时想的是我肯定不会离开横店 就是说不会不会打退堂股 但是问题问题这个情况不是说你离开 而是说你有找的那个剧组人剧组又拍戏 要要去各个地方拍 你一走就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那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不就白交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通过我的一个事情来提醒大家 大家到横店呢 呃找那个按天算的那个那个那个房子住 对吧 你一走你就当天你就能 就是说你今天做完了明天你就可以走嘛 就是谁也不影响 也能省点钱 我这花了太多钱了 花了到了四天 我哎呀 我我又给在这个屋子给他买的桌架 买的买的这个东部 买了一堆东西 你看我哪也不能拿这些东西 哎 真的很很很很无语 也是没有经验啊 没有人带 没有经验 一个人咕咕咛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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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咛的来 这个横添 当然唯一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 我认为好的就是我认识了同样新来的一些朋友 就是三四个朋友吧 到以后了当然就是好走点 如果是我们几个在那儿 呃回来了或者说干不愉快的就是干不合适的话 回来还能我们几个一块租吗 也也是一个好现象 当然是 就还是不建议租这个一个月一个月的租 对吧 找了个一天一天的 就这样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